其作愚蠢的智人 不如做聪明的愚人 莎士比亚天逊是最高的克己功夫 莎士比亚后头的推测不过是一些玄通的希望 实际的行动才能够产生决定的结果 莎士比亚爱情它会随着全身的血液 像思想一般迅速通过了五官四肢 使每一个器官发挥双倍的效能它使眼睛增加一重明亮 恋人眼中的光芒可以使猛音炫目 恋人的耳朵听得出最为细的声音 任何鬼祟的肩膜都逃不过它的知觉 恋人的感觉比带和蝸牛的触角还要为妙灵敏 恋人的蛇头是善于变味的巴丘斯希腊 旧神显得迟钝 莎士比亚一个面具套不下所有人的恋 莎士比亚你自己和你所有的一切 倘若拿出来贡献于人士 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 那实在是一种浪费 莎士比亚最后的结果确定工作的成败 莎士比亚智慧是命运的一部分 一个人所遭遇的外界环境是会影响他的头脑的 莎士比亚我们做的坏事 往往因为正好迎合下等人的口味 就被他们高声夸奖 说成是我们办的好事 莎士比亚智向不过是体力的奴隶 生气勃勃地降生但却很难成长 莎士比亚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圆谱 我们的意志是这圆谱的圆 因莎士比亚出门看天气 尚是万行情 莎士比亚春光不自流 莫怪东风恶 莎士比亚女人 你的名字是弱者 莎士比亚自愿的贫困胜于不定的浮华 穷摄及欲的人 要是贪得无厌 比最贫困的而知足的人更是不幸的多了 莎士比亚无言的淳朴所表示的情感 才是最丰富的 莎士比亚无言的淳朴所表示的情感 才是最丰富的莎士比亚真正有感的人 应当能够智慧地忍受最难堪的荣辱 不以身外的荣辱戒怀 用习是宁忍的态度避免无谓的横阔 莎士比亚多听少说 接受每一个人的责任 但是保留你的最后裁决 莎士比亚点燃了的火炬 不是为了火炬本身 就像我们的美德 应该超过自己 照亮别人 否则等于没用 莎士比亚友谊在别的事情上 都是可靠的 在恋爱的事情上 却不能信托 所以恋人们 都是用他自己的唇舌 谁生着 让他自己去传达行诉吧 总不要请别人代劳 因为美貌是一个女巫 在她的魔力之下 忠诚是会在热情里溶解的 莎士比亚世间的任何事物 追求时候的性质 总要比享用时候的性质浓烈 一遍心下水的船之羊帆出港的当儿 多么像一个娇妖的少年 给那轻狂的疯儿爱抚楼抱和事等到他回来的时候 船身已遭风日的侵蚀 船帆也变成了百节的破纳 他又多么像一个落魄的浪子 被那轻狂的疯儿 四一七零沙士比亚真理是永远蒙蔽不了的 沙士比亚 一个本领超群的人 必须在一群敬敌之前 成才能够写出他的不同凡俗的身手 沙士比亚品性是一个人的内在 名誉是一个的外貌 沙士比亚世界上有一种人 他们的脸上装出一副清如纸水的神器 可以